台北慈禁醫院推動 長照2.0的居家服務 建每一年 服務對象一日俱增 這一群長輩平日 多數都待在家 這一天您得有機會走出家門 不管是失智 或者是失能的個案 他的家人其實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有時候的話 我們會把這些個案的話 的家屬的心情分享 幫他做一個支持團體 可以讓他們的心靈 得到一些舒放 媽媽因為經過居家照顧 就是陪他吃飯之後 然後媽媽的心情比較好 所以漸漸我發覺媽媽 已經變得心情變好 然後整個精神也變好 居家照護員跟長輩長期的相處 建立了如同家人般的情感 這位阿嬤用她的巧手 製作小禮物表達感謝 我希望這樣照顧我 照顧我出來 我現在是在出來做環保的 我早就要站起來 勇敢的站起來 大家不要 也是要勇敢的站出來 做環保 真的是很快樂的事 如果沒有從事這個行業的話 就不知道其實 自己的力量 可以幫助到這些人 連儀活動雖然短暫 但留在長輩們心中那份愛的溫度 相信會久久不退 大家新聞 這是美之宮陳春暑夜市春 台北八道 台北八道 谢谢大家